不管是基于观光或是地方发展以及特色的角度来看 我相信没有人希望这个宜兰郊西的温泉走入历史 但看起来是似乎是事与愿违 主要是目前因为温泉会馆还有民宿建商过度的开发 大量抽取温泉水 一个统计十年下来温泉水的水温足足降了十度 那么宜兰县政府呢 目前祭出了这个重罚要控管抽水量 同时向业者征收水费 希望能够解决过度开发的问题也更重要的 是要尊重这个大自然所发出来的警讯 今天的晚报封面故事 肉疼的温泉让人想在冷兽兽的天气里舒舒服服泡个汤 但是宜兰郊西温泉泉水温度 比过去十年足足低了十度 不够洗了 不够洗了 你把我放不洗了 近年温泉会馆民宿和建商过度开发 大量早景抽取温泉水 疑似就是天然资源枯竭的主因 现在政府要业者加装水表管制抽水量 宜兰县政府初步规划 5月底前和业者达成共识 7月开始审查 年底前辅导业者取得地下水使用权 并且征收水费一度9块钱 政府向温泉业者收费 但交信一动动主打温泉套房的建案 通通标榜在家就能泡汤 民众水龙头一打开就是温泉水 这又归谁管 建商盖大楼时要先抽干地下水层 里面也含有温泉水 这又该怎么计费 让开挖地下室一定会有做抽水的动作 所以对浅沉水位一定会有相当的影响 虽然政府想要对天然资源进行控管 但该怎么规划却陷入两难 抢救江西温泉之路又远又漫长 中间新闻林医生李怡婷 宜兰采访报道